所謂導電 你在傳導 OK 你在傳導 那你這個傳導的步順 就是 你導體 如果你講導體 那一定是電子在傳導 那為什麼導體是電子在傳導 因為它有自由的電荷 所以你才叫做導體 它在半導體裡面 我們在上幾堂課裡面 我們所謂的半導體裡面的話 它可能會有電子在傳導 也可能會有電動在傳導 記住一件事情 不是所有的電子都可以導電的 電子的話 對一個原子核來講 它有內層的電子 我們叫做 Co-electron 這個是完全不會傳導電荷的 然後外層的 我們叫 Balance Electron 架電子 這個才有可能是導電的 這個才有可能是導電的 OK 如果像我們說 那它外面有一個架電子 那個 那 那是周期表裡面是十 十 十 十七 十幾 清理納 綠 綠 綠十九 十一 OK 好 那是十一 對不對 只有一個什麼 只有一個架電子 只有一個架電子 十個呢 是Co-electron 只有一個Balance 所以如果你說 那到底有幾個電子在傳導電荷 我說它只有一個Balance Electron 它有十個Co-electron 十個Co-electron 是被束縛住的 除非 除非是什麼 大的不得了的 變場 過著磁場的情況之下 把這個 這個鬼域啊 鬆動掉 OK 所以我們常常說 你們在化學裡面說 幾架幾架的東西 其實就是在講它的Balance Electron 的部分 那 這是 會導電的 就是這個Balance Electron 但是 在 半導體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的 我們說 厚在導電的部分的話 最 明顯的這個例子 你說Slicon 它都是四架 它本來是 它本來是 間接的好好的 每一個Slicon外面 都有四個電子 然後跟它旁邊 間接的非常好 所以理論上面 這整個Slicon的結構的部分的話 如果沒有特殊原因 沒有雜質的時候 其實它是什麼 它是根本不好的導體 就是非常非常爛的 它因為它被 每個電子都被束縛住了啊 它並沒有 它並沒有 nearly free electron 就是沒有 自由的電子 讓它導電 除非 你真的去把這個 間接破壞掉了 有雜質 那雜質是什麼 雜質 常常的是 我們刻意去 給的雜質 譬如說 我現在給一個五架的東西 五架的上 東西是 蛋 零 身 身的話 那我說 蛋 零 身體 你這個 零 就五架跑出來 對不對 五架是 它有四個電子 已經跟 旁邊的Slicon 間接啦 OK 平常沒有Slicon 跟S 在間接 不然我只是幾個例子好了 好 那我們看到的是 Garling Asana 就 就很 那個 Garling的話 就 就很那個 那我們說 請一個例子 它有 四架 是跟它旁邊 那我 旁邊多了一個電子 電子跑哪去了 這個電子啊 它很happy 因為為什麼 四個已經被綁住了 欸我居然沒人管 這個就好像是什麼 脫江野馬一樣 當 電廠家信來的時候 它就是傳導的電子 它很像一個自由的電子 雖然 理論上它是歸屬它 但是它抓不住它 因為 其他的都被抓住了 綁得好好的 只有它 它 它是它的名下的東西 但是 它管不到 所以 它呢 我們 好像自由 但是 不完全自由 所以我們給了一個 nearly free 它在床 ok 這樣了解嗎 所以 是誰在導電 是它在導電 但是 它跟 導體 唯一 最不同的地方是 導體是 它所組成的 所有的 這個 每一個原子 它都有提供 它的balance 它在創出 所以 如果 這邊 以黑板上來表示的話 1234567 7個的話 一架的 架的話 那它就有7個什麼 架電子 在導電 但是 對黑板上來講的話 你只有一個雜質而已 7個裡面 只有一個雜質 才產生 導電的電子而已 所以它的導電性是 比導體差很多 所以才叫做 半導體 semiconduct 的原因在這裡 這個 很像 nearly free electron 但是 它的n 就是carrier concentration 測出來的結果 一定比導體 差好幾個order ok 這個是 半導體的情況 因為 導體的 這個 這個n值的話 大概是 10的23次方 每個 這個 每more大概 10的23次方 所以n的話 也差不多 10的23次方 但是這裡面的 半導體的n 可能 10的19 ok 或者是17 那就看你的情況 那很差的 我們當然就不喜歡用它 因為它導電性就不好 那n 這是 ho效益裡面 那有同學問說 那ho呢 ho不是就是在填充電子的嗎 我說對的 但是不一樣 你現在你看到的是 如果現在填進來的是 3架的東西 3架的東西是什麼 對不起 蛋0聲 蛋是3架 對 蛋是3架 那聲應該3架 我剛剛擠錯了 這個應該0才對 這個應該0才對 不對 不對 蛋是 這是7啊 喔 煤里加n它 ok 欸 煤 阿露米 加 這是3架 剛剛沒擠錯 就加好了 加是3架 3架的部分的話呢 糟糕了 它外面只有3個電子而已 它跟旁邊的silicon 見解的很好 但是呢 對它來講的話 它少了一個 跟它見解的 扣子少了一顆 但是這4 3個位置是什麼 有沒有 均勻 均 這個分量是 一樣的 沒有說你 你喜歡在這裡 你就不喜歡在這裡 所以 平常的話 它在這裡 它在這裡 這個是空缺過的是 它在這裡空缺 跟它在這裡空缺 跟它在這裡空缺 這個破爛率是一樣的 但是 如果 我現在 加了 一個廠 進來 這個廠加進來的時候的話呢 那 我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廠的話 這邊是 正的就是負的 欸 電子會希望往 電 喔 我舉這樣子好 彈彈方向好 OK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電子啊 會希望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呢 這個電子 就會想要去添補 它的位置 換句話說 你下一瞬間 你看到的 是這樣 這個電子 又很想要添補它 那你 你又看到它是這樣了 然後 這電子看到這邊有空缺 欸 我雖然被 被綁緊了 但是 因為這兩 這個劍是很弱的 所以 它會希望 跑過來 所以 它又跑到這裡 那你看到 剛剛的整體效應是什麼 這個 這個電動啊 從這個位置 蹦蹦蹦 跑過來了 接著它會跑到這裡 因為這四個位置 本來就是均勻的 但是 因為有電廠的關係 你看到的是 這個 Hall在跑 OK 整體的效應 就好像一個正電荷是這樣子在跑 所以 我們說 Hall的 這個 Drive Velocity的方向 是跟 Current Density 是一樣的方向 就是 理由是在這裡 這裡面沒有 自由的電子 通通被束縛住了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你們到大四的時候 如果你們去學固態物理的時候 這兩種的 能帶 是完全不同的 一個能帶 一個能帶呢 是天到這裡的 OK 所以這邊有少量的電子 然後它呢 它可以很快樂的 在這個能接上面 要籤 這是 費米能接 這是 Eletron在導電 P-type N-type 另外一個呢 它的費米Energy呢 只添到這邊 底下都是添滿電子的 所以 並沒有FreeEletron 它只有什麼 這邊的電子啊 跑來這個 站這個空缺一下下 這邊的電子跑來 站空缺一下 裡面 能量很低的電子 根本沒機會 跑來這裡的 這樣了解嗎 它這兩種 完全是不一樣的 一個 這個Material的性質 這個是Eletron的 這是 這是Hall在傳導電荷的 這個Semiconductor 這是我們在 我們同學們問了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要把 電動在導電 明明你是電子在走 為什麼你要把它說 那 你是這樣走 V的方向是跟J的方向 那電子在走啊 你是電子在走 沒錯是電子在走 但是這個電子 不是 Nearly Free Eletron 不是Nearly Free Eletron 所以你不能視為它是在傳導電流的 OK 好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給你們講這個的話 嗯 這個概念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的很多的材料的性質 其實你就完全不懂 OK 那 嗯 在 在 在你還沒學量子力學之前 還不知道你的能帶填充之前的話 對 一個二年級的同學 是有一些些地方是比較難了解的 但是 如果你回去翻你的高中課本的話 這個圖 這個圖 其實在高中裡面 都有了 只是它不是這樣畫 它是畫成 畫 不是用泡物線的畫畫而已 OK 它是用 conduction band 然後 Balance band 對 的畫畫 OK 所以基本上這是 我們在講電荷導電的部分 然後接著我們把 上一堂課講的 一個小部分把它做一個完結 我們上一堂課是用 一個圓形的導線 來做粒子 它在磁場裡面 那 我就可以知道 這個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是等於你的導線 上的電流 乘上 它的結面積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不一定是圓形的導線 有這個性質而已 任何形狀的導線 我都有 都可以把它視為這個結果 因為我們說不同 不同形狀的導線 我可以把它切割啊 成非常非常 小的 element 每一個小的element 都是一個方形 那你 如果你是長方形的話 A B 一樣的 你的每個dipole moment 你就等於I乘上 A乘上B 這也是它的面積 OK 就是這個電流所包圍的面積 那這一樣 這也是這個電流所包圍的這個面積 一樣的電流所包圍的這個面積 那我們把每一個小的element 都視為有一個電流在流動 OK 所以 你現在你看到的是 再小 還是可以切 切成 矩形的情況 所以每一個小矩形 都是一個電流 那我們說 基本上面不管它是什麼形狀 最後 把這所有的面積加起來 你的mu 就是你的i乘上你的area 這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那如果 依照這個結果 出來以後的話 每個dipole moment 任何一個形狀的每個dipole moment 你就直接還是一樣 用你的右手 OK 全部你的右手握住你的電流環 電流的回路不能講環了 電流的回路 那 你的右手手大拇指手指的 就是你的方向 OK 就是你的方向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的方向就是 每個dipole moment 就是我們在上一堂課裡面所講的一點點的小的 那 我想 有一個東西是我們應用最廣的 我在這裡不再舉例子 你們回去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在你們高中考年大學裡面是最熱門的題目之一 這是兩個電磁 電極 所對應的一個磁場 那對這個磁場來講的話 我把我一個舉行的電流環放到這個區間裡面 OK OK 那我說 這個電流環放到這個區間裡面以後 它可以產生什麼 產生直流電跟交流電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 你產生直流電跟交流電 就是跟這個電流環在這裡面運動 好 你在這裡面運動的話 如果我電流是現在是這個方向的時候 那 我整個每個dipole moment是哪一個方向 是這個方向 那 我們現在我們把它傾斜一個角度 我說這個環 把它傾斜一個角度 電流這樣流過來 這樣流出去 那我們看到 這個電流環是 tuck是這個方向 OK mu close v 是不是這個方向 所以它就怎麼 轉 有沒有問題 mu close v 它就轉了 tuck 它就轉了 好 轉以後呢 你再看 現在一轉了 那電流本來在這上面是 從這 從上面上來這樣流下來 對不對 所以你電流轉到這裡來了 現在的 現在的 mu mu是不是這個方向 mu close b mu close b tuck tuck是不是又反方向流了 對不對 tuck是不是反了 有沒有問題 每个同学记住 电流 这个是往上的 一二三下来 所以我们说 mu close b 所以 你看到 talk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mu close b 这个是不是会转了 转下来以后的话 我们刚画的 电流是这个方向啊 对不对 你现在mu 电流是这样子流了 所以talk是不是这个方向 不是mu是不是这个方向 mu是这个方向的时候 mu close mu close b 他还是这样子在转 ok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整个环是这样在转的 ok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到 这是我们在 这个 这个举行的导线在这里面 在旋转的时候 那 为什么我们说在这里面 你的flux也会跟着改变 因为你在这里面旋转的时候 因为你通过 通过这个截面的 这个flux 会改变 而这个flux的改变 就是让你产生感应电动式的 ok 那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张要讲的一个范围了 好 好 好